大家好,之前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兰花施肥的技巧 那么我们很多花友就会咨询了 那么兰花它的品种那么多 它的虚肥量的潜力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你的兰花的它这个虚肥量呢 其实我们一般养的兰花呢 品种主要就是墨兰、寒兰、春兰还有建兰 那么它们的虚肥量呢 主要是墨兰最多 然后其次就是这个建兰 再然后就是寒兰最后就是春兰了 那么如果春兰的虚肥量为一的话呢 那么它的墨兰的饰肥量呢就是四点 但是我们会发现墨兰的话呢 它整个植株啊 它的株形呢是比较大的 然后生长速度比较快 开花是比较多的 而这个品种的兰花呢 它的虚肥量呢又是最大的 而春兰这种兰花呀 它的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小的 那个株形是比较矮的 叶片呢也是比较短的 那么像这种兰花它的虚肥量是最小的 所以想要判断兰花的虚肥量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整个植株的一个 株形形体 它的开花量 它的生长速度 从这三个方面就能够判断出来 它的一个虚肥量了 那么株形越大 生长速度越快 开花越多的虚肥自然就越多 所以呢 兰花的虚肥量 我们根据这一个标准就能够判断出来 然后后期呢 按照它的虚肥量呢 给它施肥 那么自然它就长得快 长得壮 长得好了 那么兰花施肥 我们生长期给它用这种兰科专用的 有进养液就可以了 如果是花期 我们直接用零双线 甲肥内的花肥就足够了 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判断兰花虚肥量的方法 我们下期见